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众抱随意生 如梦不真实 念念常灭坏 如前后一耳 那么在这个 这一段经文里头 我们谈到英国报应 虽然不是真的 这都是假的 勇家大四讲得很好 梦里冥冥游流去 绝后空空无大千 这个例如六大轮回 我们现在 确确实实是在六大轮回 而且在六大轮回的时间 相当长了 什么时候能脱离 没消息 换一句话说 这个梦什么时候能行啊 不知道啊 遥遥无起啊 遇到大成佛法 就是梦醒的一面 那问题就是 你能不能把这个佛法抓住 特别是净土法门 遇到净土法门 认真依教修行 没有一个不觉悟过来 行过来了 永远超约六大轮回的 这个是四十 那我们想想 就以这个地球而论 地球上的人 科学家给我们统计的 将近七十亿 这七十亿人当中 他在一生当中 有多少人 知道有佛教 知道有释迦牟尼 有多少人知道啊 不知道的人都知道的人少啊 知道这些人当中 他对佛教也没认识 有一点 出钱常识的认识 也不多 深入的了解 那更困难了 解释 世界上 许许多多研究佛教的 像一些大学里面 开得有佛教课程 我们也看到一些了 他们的课程没有汉文 多半是巴黎文 算不错了 总是 大臣教理常讲啊 阿赖耶 史里头 中了佛教的种子了 不能脱离六大轮回 真正能在这一生 脱离六大轮回 大臣宗派里头 确确实实的 只有净土宗 除这一宗之外 为什么说 不能呢 你没有办法断烦恼 你想想看 自私自利 是非人物 明文立扬 贪嗔痴慢 你能断得掉吗 我们常讲啊 要放下执着 要放下 分别 说得容易 做不到 做不到 就没有办法处理 自古以来 多少修行人 多少知名的 法司 这个佛门的大德 学教的 学禅的 学密的 啊 甚至于修净土 修净土 没有能放下的 就是 这个这个 念佛的功夫 扶不住烦恼 都不能往生了 都出不去 那么他 那么他一生所修的呢 都变成了 佛报了 因为他一生不作物 都是善 所以来生到哪里去了 人间天上 享福去了 那我们想想看 他在享福的那一生当中 造不造罪业呢 我们不要说别的 在中国历史上所记载 中国人 几千年来 佛报最大的 没有人超过秦皇帝 在中国历史上 佛报最大的一个人 你说他一生有没有造业 好四族都不少 冤枉杀人 有啊 不什么有啊 纵容侯坤 这个大参观 这个罪就很重啊 当然他这个大佛报 佛报太大了 他还有余福 他死了之后 我相信还是人天佛报 人天佛报 慢慢享尽了的时候 那一些卧业 还是要报的 没有法子 所以我们知道这些事实真相 这一生难得遇到这个尽重 一切要放下了 叫 可以听 可以学 不要在日常用太多的时间 应该把这个 绝大多数的时间精力 放在金筒上 所以诸位学经 我跟大家建议 你在这一生当中 真正要灵就 弟子归 从这开始 一切的从头 开始才行啊 从这里下手啊 识善也到 阿南问是佛基兄弟 沙米绿衣 出家人要学 在家人可以不必 进途无尽 可以听 都可以听 寻一种 你自己喜欢的一种 一门深入 一句佛号念到底 真正一想往生 要记住 自私自利 是非人物 明文立扬 无忧流程 要淡 断我们是断不掉啊 要减少 一年比一年少 一年比一年轻 逐渐淡泊 净土的气氛呢 要一年比一年浓 往生就有把握了 这个世间 确定放下 不能有四号留恋 假的 苦空无常 无火啊 你怎么会探这个东西呢 这是一场梦啊 一定要看破 不再搞这些东西了 真的东西 提升自己 帮助别人 帮助别人是什么 帮助别人 认识佛法 认识净土 帮助别人 帮助别人 修净土 这个功德不得了啊 大慈菩萨讲 你能真正帮助两个人 正往生 比你自己修行的功德还大 你这一生要帮助十几个人 后那个佛报就不得了 你求往生就不会困难 纵然你自己业障很重 因为你有十几个人 你这一生当中度了十几个人 那十几个人 看到你灵命中的时候 会跟阿弥陀佛一起来接应 那为什么呢 他赶紧地恩 因你他才能往生 这才是我们这一生当中 第一桩打死啊 其他全是假的 不是真的 要搞清楚 要搞明白 那么对世间人 世间人没有这个缘分 没有这个佛报 他还不想处理这个三界六道 他还贪恋人天佛报 我们不能舍弃 我们也要随缘 随分 帮助他 要把佛法 介绍给他 佛事门中又求病 你要求人天佛报 不难 从什么地方学起呢 不管学什么 都要从地之规 都要从地之规学起 所以地之规 你们同学的时候 你那个题目 这个地之规于 这个进途中的修学 而于进途中的往生 这个题目范围太小了 建途中 而不是地之规于学佛 这个题目好 为什么呢 不管你学哪一种 不管你学哪个法文 大臣小臣 弦教密教中文教下 都不能离开地之规 离开地之规 你就什么都不能成就 所以地之规于佛法的修学 这个好 整个佛法 我说得很清楚 他就是十三页道 十三页道是提了个纲 十个纲领 这十个纲领 如何落实 那地之规是目 想想细细给你落实 所以他跟十三页道 是一不是二 我们如果用一个题目 地之规于十三页道 这个好 或者十三页道 与地之规 都好 真的把它讲清楚 讲明白了 所以没有这种 志气志愿的 这个世间的烦情 还是放不下的 我们就要教他 断我修善 为什么呢 我不断 你三页道的语音 就不断 你要知道 阿赖耶诗里头 我的音多 那个应要遇到语音 就起先行 这个事情太麻烦了 心情 还不断 悟意 悟语音 天天在增长 所以我是一定要断 善不能不修 世间人想求发财 身材有大道 懂吗 求公民 求富贵 都有 确实的 应用 行政 行政 过就 正 范仲淹 在年轻的时候 问一个三明先生 你给我算算 我能不能做宰相 三明先生笑笑 这小孩啊 这么大的口气 然后他马上就改了 那你再给我算算 我能不能做医生 这个算命就奇怪了 你怎么会有这个想法了 范仲淹说 唯有良相跟良意 能救人啊 他存的什么心 存的救人的心啊 这个职位的时候 可以救很多很多人啊 不是荣耀自极啊 不是富贵自极啊 这个算命先生很佩服了 真宰相也 送他这一句话 真宰相也 救人啊 这就是善心 善心 你看他遇到善云 以后真的做了宰相 做了真宰相之后 他真的兑现了 全心全力 做好事 一生 过着平民的生活 不是说富贵的时候 家里面就可以 这个生活都能改善了 不是的 那么他把他的俸禄 古时候啊 这个做官的俸禄 都是讲米 多少淡 多少淡 那个宰相 差不多两千淡 这是你一年的俸禄 他拿去养三百多家了 你们看看 那个钱先生给他写的 这个一天记 古文官指示都有啊 养三百多家 办学校 都做现在所讲的 社会福利事业 死的时候 棺材买不起 你就知道 他借鉴到什么程度 他五个儿子 都了不起啊 五个儿子里头 有两个做宰相 有一个做御师大夫 还有一个那是地方官员 相当于现在神市长一样 家教好啊 儿孙都懂得做好事 所以范家一直到今天 将近一千年了 家道不衰啊 我们印族最佩服的 印族最佩服的 我们在文桃里面看到三个人 第一个是孔子 年千五百年 家道不衰 第二个就是范仲淹 将近一千年 家道不衰 那个根太厚了 这样的存心 那就是福士门中 有求必 你存的是什么心 你要贪图 五语六成 明文立 你的福报很有信 福报现行 不懂得再修 几十年就报警了 就像我们 在这个新闻里面看到的 这个世界上 豪富四百多个 这是世界上的首富 豪富 其中 百分之八十 恐怕过不了二十年 那是什么呢 想服这个福报全身修的 尽情的挥霍 不知道修福啊 再大的福报了 很快 就消敬了 我们看看孔子 看看范仲淹 他们修的福 生生世世 永远修不尽 报不尽 什么原因呢 一个是自己的根厚 第二个是 子子孙孙 借着干 都知道不识 那是佛法家的三种不识 财不识 法不识 无为不识 都懂得财不识 不得不识 修音 断悟修下 积功累得了 世世代代都懂得了 他怎么会财呢 这是对 还没有意思 要想处理三界的 我们要这样叫他 但是 在劝道当中 也要时时刻刻提醒 这个不究竟 应当把你所修集的这些功德 回向求生西方基督世界 这些善心 善念 善心 回向西方极乐世界 到极乐世界 亲近阿弥陀佛 无论我们的修学 有没有成就 只要见到阿弥陀佛 我们在经典里面 读到阿弥陀佛 就得佛力加持 你就能够实现 你的悲愿 你要救度一切众生 你得到佛力加持 你有智慧 你有德行 你有能力 你可以在 变法界 虚空界 哪个地方众生有缘 这有缘 他就有感 你就有印 感应到脚 应以什么身得度 你就能信什么身 你得大自在 好死 你愿不愿意 真的讲清楚 讲明白了 他动了心了 这个好 应当舍 那就努力的去舍 无论 陷阱 往后 只有一颗心 救度一切苦难 就这么一个心愿 到西方极乐世界 去学本事 我现在想救助苦难众生 我没有智慧 没有能力 我都不了啊 所以要真正做到普度 落实普度 那就非根佛陀学 不可 诸佛如来 唯有弥陀的悲愿 最大 这个诗 无量寿经 诸位念过 不合思议 我们要把这个誓言 彻底放下 一心 专求西方 那你这个梦才就醒来了 真正醒过来了 对这个事法 没有丝毫贪恋的念头 正放下了 现在身体 还在这个世界 一切隐碎月 不着急 我赶快要走 那个错了 那就不叫随缘了 或者我还想 再过几年走 或者想现在都想走 这个心都不正常 一切隐碎月 一切隐碎月 活一天 把我这一天的事情做好 我们的心 我们的念头 我们的行为 念念在西方 这个路上 那帮助别人呢 就是看这个机会了 就不叫缘分了 有缘分 全心全力做 没缘不去找事 古大德告诉我 多事不如少事 好事不如无事 敬业要紧 可是缘分都摆在面前 都是现成的 那这个一定要做 这个不做 对不起人 这个佛门里头 有很多同修 想要做一点好事 不知道怎么做法 来拜托你帮忙 请你帮他做 或者请你教他做 那你这个义不容辞 这个一定要做 那么我们自己 跟他配合 语言成熟 这当中没有障碍 做得很快乐 也很自在 所以不设亲近心 这是个原则 我们在没有开悟 没有正国之前 随缘 随习功德 做一切好事 不设亲近心 如果看到钱财多了 对钱财去贪心 错了 你的心悲然无了 那么接触到这个世间许多贵人 世间的过往 现在的总统 是国家的一些领导人 跟这些接触了 我感觉到我很光荣荣耀了 错了 为什么呢 你被人物了 你的亲近心 认识掉了 这个是我常讲的 要放下自私自理 要放下明文力 要放下五欲六成 要放下坦诚之慢 这十六个字常常记住 统统放下 然后你可以随便 什么场合你都可以去 就像善财童子五十三餐 中文里面所谓的 不化从中过往 片叶不战身 我们有这个智慧 能看破 有这个功夫 有这个定力 不战然 这个明文力 是给我呢 我们自己要 省察 需不需要 没有需要的时候 可以 磁吸 不接受 有时候可以需要的话 能接受 需要不需要 不是自己 是 对于 红发力深 有便利 这个行 这个可以 可以接受 于红发力深上 没有影响 不必要 绝对不是 为国人 这个要等的了 那我们 这个 两三年来 在澳洲 对于 化解冲突 促进安定 和平 我们做了一些事情 那么这些呢 是法布施 是无为布施 语言 是从学校开始 这个都是想不到的 哥利菲斯大学校长 我们见过几次面 谈得很投机 他要送一个学位 给我 我当时给他说 没有这个必要啊 没有用处啊 我们出家人 要这个学位有什么用处 他告诉我 他说 有用处 没有什么用处 他说 你可以代表我们学校 参加一些 国际上这个和平会议 国际上这个和平会议 一般邀请的 都是教授 专家 学职 没有邀请呢 就是出家人 你可以代表我们学校参加 帮助化解冲突 促进世界和平 我觉得这个可以 我才接受 接受之后 联合各有这些周边的和平会议 邀请 格里菲斯大学 所以学校就派教授参加 大概都是派两个 两个当中就有我一个 随时 这是这么一个缘分 我们要考虑 如果是为世界和平能帮得上一点忙的好事情 今天我们知道这个社会动乱不安 这一代的人很可怜 不论平复规矩 没有安全感 你是这一代的痛苦 这是历史上有史以来从来没有过的 那么现在天灾燃灾热火这么平凡 我也是从事这个工作 才在这一方面 深思 找这个动乱的根源 所以这些这几年 我们特别提倡弟子贵 提倡十三夜道 提倡沙米利 这种从头来起 我不讲大经大论 大经大论讲了几十年了 有没有用处 没有用 为什么没用呢 那高高在上 浮在空中 下头没地基 大经大论呢 就现在我们举比喻说 好比一架大飞机 太空梭 下面说下面没有跑道 没有机场 下不来 悬在空中 高不可判 只有先向往直了 得不到实际利益 所以 这么一个原因呢 那我们要找根 找根的时候 我就从中国四千五百年前 老祖宗的教会 我讲过这么一个题目 中国的原祖 四千五百年前 怎样教导他的后裔 这就是根着道 冷藏大道的梗 那年轻的时候 我在台中 跟李老师学佛 那个时候还没出家 李老师教我们读 无中一归 他老人家没有讲 叫我们自己读 所以我们每个同学 都有买这个书 那么这一门阔呢 作为我们修身读本 老师很强调 没有开过这个课 我们自己修 所以我对于这部书的内容 知道得很清楚 我们自己是在讲 也常常读 但是没有认真去做 所以我们的根 不够扎实 那现在看看 目前这个状况 这个根就越来越需要了 如果不从这个地方扎根 不从头来起 没救啊 尤其我跟 许多这个学者专家在一块 讨论这个化解冲突的问题 找不出办法 想到最后 还是中国祖先讲的 建国军民教学威协 那么讲到这个教育 教育 教育的核心 就是人跟人怎么样能够活目相处 你们想想 文长大道 文长大道最后的目标是什么呢 真的就是 平等对待 活目相处 我们把那个平等改一改 沉浸 对待 活目相处 真诚 彼此都是真诚 公金 活目相处 能长大道的教育 终极的目标就是这个 那我们想想 这个目标 小在家庭 大在国家 在世界 行得通吗 这个道要是能够推行的话的时候 冲突自然没有了 安定和平自然落实了 儒家讲的 主尽存尘 沉浸对待 活目相处 这叫慎学 这叫实学 这是真正学问的基础 根本 所以我们特别强调 这一次 我们学院 三月六号 到十三号八天 我们办一个讲座 我请这个蔡李旭老师 来讲这个课程 这个八天 我不讲 我来听 我陪着大家听 一起从头学起 蔡老师 讲的这个 录像带 我听的是在香港讲的 四十个小时 我已经听了十遍 讲的不错 很难得 他为什么 在短期间 能讲得这么好呢 没有别 他有心 有习圣 习贤之心 有心 把圣人的教诲 发扬 广度众生 这在佛教里面 叫菩提心 他有这个心 不怕苦 不怕难 所以 他能成就 中国应于所谓的 天下无难死 只怕有心人 他有这个心 有这个愿望 他就能克服一切困难 真正做到 为王胜 集绝学 为天下 开太平 这个志向 很伟大 这才赞叹 古人 这两句话 对他来讲 不是空话 他真做 所以我请他 到我们学院 来上课 目的是 希望我们学院 给一些出家同修 认真 来学习 这本课程 这本课程 给读一说 跟戒律是一样的 十三夜道 三规五戒 是一样的东西 从初发心 到如来地 都不能是其 当家大师 从前给我讲 他用个比喻说 三规五戒 好像什么呢 好像那个 火车票一样 从前我们住在台北 我们台北要到高雄去 你要坐火车 你买这张火车票 三规五戒 就像这张票一样 这个票拿到手之后 你可以上车 一直要保存到达到终点战 这张票不能一时 车上还要查几次 出战的时候还要收回 这就是说明 弟子归 设善 三规五戒 从初发心开始 收了 学了 一直要到成佛的时候 还是这样的 没设掉 成佛之后呢 成佛之后还是这样的 为什么呢 要给众生做榜样 没有成佛之前是自立 成佛之后是立他 做出样子来 给众生看 祝福如来 释迦牟尼佛硬化到我们世间 做出样子给我们看 他一生的心 众菩萨 在我们中国历代的实现 或者实现出家 或者实现在家 都实现最好的榜样 给我们看 不但是言教 要紧的是神教 一生作则 特别是在这个时代 我们要叫别人做 自己不做 谁相信 谁能服 谁愿意去做 所以我们真正教人的人 祝福菩萨 都是自己做 并不要求别人做 我这做给你看 你看我修音 你看我得的这个果报 你冷眼在旁边仔细看 看清楚了 你要想 得到这个殊胜的果报 你自自然然 你就发心 来学习 那么这个信息 真心 所以要是 拿成绩出来 给人看 不为自己 我常说 这个年世间法 也讲 向随心转 看向三命的人都会说 向随心转 那我们学佛的人 对这个道理 懂得更深 更多 体质 这个身体的健康 体质 相貌 都是随你的念头 转 那么现在这个事情呢 那科学家证明了 所以江本胜 波斯 那个水借金的试验 我得到这个讯息 非常欢喜 我就很想跟他见面 他也很难得 我邀请他的时候 他真来了 来的时候 正好我没有在澳洲 我到别的地方 去讲进去了 但是也很难得 他在这里住了几天 做了几次讲演 那我到东京去开会的时候 我两次去访问他 那我们也一见如故 科学实验 证明 佛经上所讲的 物质 跟这个念头 有情众生念头的关系 他把这个证明出来了 所以我们的心善 严善 形善 身体健康 不会生病 小小的毛病 自己可以调整 怎么调整呢 调整善念 我的念头不善 有烦恼 有习气 上来的时候 这个生理上就出了 就出毛病了 就像那一瓶水一样 你这个卧底念头起 那个水的借鉴 他就变成很难看的样子 怎么办呢 赶快换念头 换善念 换善念的时候 你看还是那个水借鉴 他马上又变成很好的 这个图案 那个很好的借鉴 所以我们懂得这个原理 我们的身体 有什么不舒服的话 自己可以调整 这个调整的时候 就是佛家将忏悔 你出了毛病是 业障先前 纵然不是现在的业障 还有过去深重的业障 预言他就起先行 这个道理一定要懂 灿处业障 我们就恢复正常 恢复处说 不但是我们佛家将如乏了 现在还恢复处说 这个道理一定要懂 所以自己可以调养自己的身心 那么身心健康 这个向往很好 这个就是度众生 古报吗 那你们现在一定要吃肉食 不吃肉食 好像营养不够 我从26岁 接触佛法就吃素了 54年了 我身体不比你差了 我营养不缺乏了 这是什么 证明嘛 这个佛家讲这个三转发轮呢 最后一个是 做正转 我们这个身体就是证据 就是素食健康的证据 心地善良的证据 清净善良 悲兵不神 那么这次 我在北京回来感受一点风寒 我也没有去找医生 自己什么 调养 调养这一段 恢复了 用佛法理论来调养 这个不是为自己 是为正法救助 是为 让一些大众 对佛法生起信心 现在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此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